大家好 今天是1月6日 回到明報報紙上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去看看美元和比特幣 今天是1月6日 美國選舉人票的點票結果 去確認究竟下一任總統是誰 是否拜登順利勝出成為下一任總統 美元現在沒有再進一步跌下去 反而你看到頂住了 現在正在做89.5 沒有再進一步推的情況之下 現在叫企運了 見到美股都不夠力的情況 如果美元是因為今晚選舉人票 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或者市場不期待出現任何情況 美元會有機會抽的 現在暫時來說沒有再進一步跌下去 似乎市場都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看看保守的比特幣 你看到比特幣因為美元繼續跌下去 而令到比特幣進一步上升 現在34635就是歷史高位 站在這樣的水平大家就小心點了 如果一旦美元上升的話 如果美元一調整就會有機會回落的 我們看看什麼位置呢 你看到這個星期一 曾經做過一次重播的 按過一次 19178 馬上收復上來 我們暫時這樣看 這條10天線還在的話 仍然還在這條10天線上面 我們看過比特幣 這條10天線上升 因為它短期內升得多 就會令到比特幣出現一個比較大 或者比較快的回復 但是暫時還沒有 大家要看著這個位置 你現在都繼續炒上去 你現在就看著 綁好安全帶 看看它炒到哪裏 一旦美元出現反彈 它多數都會回調的 再看看以太幣 以太幣過去三天都升得多 由773、773元 升到上去 昨天最高1110元 但是今天它就不夠力了 不能夠承接再向上 在這樣的走勢上面 它又沒有10天線 它10天線很遠 867 我們用什麼作為指標呢 就是昨天底 昨天底做到1007 如果今天不能夠再進一步向上 相反跌穿昨天底1007 大家就要走了 多數都會是因為美元反彈 而令到Bitcoin 或者虛擬貨幣 出現一個回套 就是這樣 好嗎? 清楚了 看到給了些位置給大家 大家就看清楚 暫時來說還是好的 勢都還是好的 不過我們預防 1月6日 那個選舉人票 那個點票的時候 會出現任何情況之下 美元一旦反彈 大家拿著Bitcoin 就要看清楚了 短炒的就一定要撤退了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